大家好,我是Den 前EXO成员吴亦凡 最近被爆料用演艺界出道来诱骗未成年人 酒桌选飞等事件而遗起了网友们的共分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根据媒体报道 吴亦凡用演艺界出道来诱营未成年女性灌酒后发生关系 并试图用200万人民币来封口 因为航母媒体的报道是引用了中国媒体的内容编写 内容有点模糊 所以接下来就给大家读一下 受害者之一的中国网红杜美珠 在自己的微博爆料的内容 我都不知道我们犯了什么错 要被你这么折磨 我开直播 你让你的粉丝说我想当网红 要直播卖货 我开小红说 你说我就是小红 为红不达目的 不择手段 我联系不到你 但是就是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安排营销公司说我睡了明星还不满足 臭不要脸 我不小心泄露了手机号 你安排人24小时用呼一死一你 骚扰我 我在微博曝光你 你安排曾经的皮条课 到我学校里四处打听我的黑料 我发爆料 你想办法的把热搜名改成有利于你自己的 把不利于你的撤掉 这些我从来都没说过什么 我没有起诉你 你是不是因为觉得我没钱 没人敢站出来 你知道有多少曾经 或者现在为你服务的员工来找我爆料 你知道仅仅是我曝光出来的你的行为 就已经让多少以前给你干脏活黑活的人 撤骨濒临奔向光明 你知道这个事情现在已经突破全层 垂直整个中国社会 还有你知道就目前我手里的东西 已经可以最少送你十年劳饭 呵呵 吴先生 我想反问你一句 您在娱乐圈会了十年 你说你留下点什么 你的演技 你那尴尬至极的综艺感 如今 连那些因为钱才跟你在一起的人 也都抛弃你而去了 你会后悔吗 你会害怕吗 你有反思过吗 我想问你个事 你觉得你自己还算个人吗 你了解过我的家境吗 也是 你都没时间了解 我们在一起真正相处的时间 总共不到十天 一天到晚就是你瞎吹牛逼 一会看不起这个选秀男冠军 一会看不起那个当红女小生 一会哪个选秀女艺人天天巴结你 一会又哪个女高管想跟你歪屁 但是你没去 连你曾经的队友 你都没一句好话 你说曾经的中国小分队 你有一个人说过一句好话吗 看着半年前录的综艺 有一个你跟你队友拥抱的镜头 你告诉他身上有胡臭 也说得出口 你不知道吧 我家并不差 我每个月的零花钱大概是十万 二百万谈崩后 我上了几次热搜 你又找人来和谈 一会八千万 一会一点两个亿 一会又两个亿 也不是不能谈 哦 可是必须有个条件 就是我必须告诉你 所有受害者的信息 并且永远离开公众视线 这话你也说得出来 你知道我是学表演的 就算我不考虑我自己的事业 你说我有可能把那些被你伤害 被你摧残 疑郁症 自残 为你人流 因你感染性病 二十岁出头就脱法脱头的人的信息 全都告诉你吗 我是有公共渠道 可以让大众来为我做主 他们呢 任你欺负 你凭什么那么自信 是什么支持着你的自信 是你吃药才能唤起的差能力吗 是你每次进入前 必须要说的那一句 我的很大 你忍一下吗 这台词的剧本是你写的吗 你写它的时候考虑过别人的感受吗 两三分钟就结束 然后还得问 怎么样我很厉害吧 你是很厉害 你真的很厉害 我的大不大 前女友都说很大 你知道吗 女人在爱你或者自以为爱你的时候 是愿意欺骗你甚至欺骗自己的 所以为了保护你才欺骗你 你知道真实感受是什么样吗 大概率 就是你想挖鼻屎 本来想用手指 但是只能用牙签这么一种感觉 你改名叫吴谦吧 反正以后你这个名字也用不了了 吴先生我告诉你 现在所有的吹都是我自己的料 别人给我的我还没放呢 你们很聪明 肯定知道找上我的受害者 并不是那么愿意站在大众面前 但随着受害者一个个的找来 随着每一个活生生血淋淋的经历 在我面前慢慢展开 随着受害者的受害年纪越来越小 随着从MJ到LJ 随着担然到多人 我们已经愤怒了 你们一天到晚的要我吹吹吹 我清楚的知道 把我手里的那些难以置信的东西放出来 我会立刻胜利 但你们想过吗 因为法律的必要环节 因为媒体的追求热点 一旦我放出 那些受害者的人生 就会像我一样毁了 我清楚的知道 我的人生肯定已经毁了 虽然我只跟无一人发生过性关系 但大众早已认为我是烂裤裆 我将来我的老公 我的婆婆 只要吵架肯定动不动就要拿这个说事 没准我的孩子在幼儿园 还会被叫做公交车的孩子 我的人生是毁了 但是我不能毁了他们的 因为我是个人 吴先生 我给你24小时时间准备开新闻发布会 向全网全社会宣告退出中国娱乐圈 你所代言或者有合作关系的所有官方项目致歉 然后想办法撤向目前国内你所有的肖像产品 包括建筑物还有地铁站 同时用手一笔一画的收写 一封给我们所有受害者的致歉信 放到你的微博上公示三天七十二小时 之后立马离开中国 你不配待在这片土地上 你是个加拿大人 哪来的回呢 临走之前 想个办法把新冠疫苗抽出来 那是中国产的 你不配打 否则 我即使不爆料那些女孩 我也能让你身败名列 好了 赶紧准备吧 吴先生 这次是决战 对此 吴亦凡回应表示 之前没有回应 是因为不想干扰司法城市的推进 但没想到我的沉默 却纵容了造谣者的编本加厉 我已人物可忍 本人只在2020年12月5号的朋友聚会中 见过都女士一次 没有灌酒 没有收手机 更没有他描述的各种细节 当天聚会人很多 都会作证 我很抱歉打扰到大将 我声明 从来都没有过什么选费 没有什么未成年 如果有这类行为 请大家放心 我会自己进监狱 我对自己上述的所有话 负责法律责任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有多愤怒的话 能这样公开自己的事情呢 还拒绝了那么多的钱 真的是垃圾中的 疯子 你离开EXO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哭了几天 现在想一想 你离开真的是多么的幸运 多么要感谢的事情 被派后离开 既然变成了这么感谢的事情 去监狱吧 不提告吗 不就是韩国的苦用武 苦用武是韩团如拉出身的格首 之前也是用演艺决出道 来诱骗未成年者后 发生了不当的关系 被法院判了两年六个月的有期徒刑 苦用武也变成了 韩国第一个佩戴电子脚料的艺人 然后根据媒体报道 目前中国央视的微博账号 默默下架了 吴亦凡新歌的宣传贴文 代言的化妆品品牌也发出声明表示 解除了与吴亦凡的合作 所以对于吴亦凡的争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一个消息是 今天所属公司Platys对媒体表示 虽然合约还没有到期 但是公司与13位成员的梦想一致 因此提早签订了续约 以后也会继续全面支援Seventeen Seventeen成员们也表示 13个人凭借着彼此间的信任 以及一直以来巩固的团队精神 未来也会将以One Team Seventeen 带给全世界粉丝们 更好的音乐 以及更棒的舞台 克拉们 啊 - 如果牠貓, 包ー bed,"啥皮膚",", 居家, 普通洗個澡 - 莓忍皙 1.5 起床 - 義姜、果汁,癒忍皙 - 搭配食用,酸汁, 酸汁 - 酸汁,酸汁,酸汁,酸汁 - 酸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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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酸汁 - 酸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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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酸汁 - 酸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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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酸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